汇丰堂弟子安清卵 拜见龙泉门掌门 汇丰堂弟子 令尊是安保安师父 正是 我龙泉门 一向与汇丰堂来往不多 不知你来此有何贵感哪 比武学艺 怎么个比武 怎么个学艺 久闻龙泉门大名 今日想和贵门中高手切磋武艺 若打赢小女子 小女子便拜师学艺 你到底是来拜神 还是来拆庙啊 小女子诚心学艺 老二 师父 你上 是 师父 阿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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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姑娘下盘好 身段好 武功好 这三好鼎翼好 我见有脸啊 不如 余 阿师兄 阿师兄 尽门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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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让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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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师父 拜见胡掌门 好说 好说 这位姑娘 大老远的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比武学艺 这拜师学艺啊 他得交数秋 数秋你懂吗 学费 这规矩不是我订的 那是孔老夫子订的 你这两个小空空的 你说我怎么教你本事 那请问胡掌门 您所说的学费是多少钱啊 不多 这方圆白礼你打听打听 我这最便宜了 五两银子足以 好 没问题 只要您打赢我 别说五两 十两二十两我都给你 痛快 我就喜欢跟你这痛快人打交道 交银子去吧 去柜上交银子 我马上就教你真本事 胡掌门 您没听明白我什么意思吧 没 没 没听清楚吗 我说您要打赢我 我才拜师学艺 打赢你 给 我打不赢你的话 还得给你银子 那倒不用 如果您打不赢我 我把腿就走 你等会儿啊 让我想想 就是说 我打赢你 完事你给我银子 我要打不赢你 我就真的 再不用给你银子了是吧 你耳朵有毛病啊 没 没毛病 这么好的便宜事 但是我当然得干了 他打呗 行 行 行 打多少回都行 这 我们这名门正派 还怕你一见 来真的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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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女侠哎哎 女侠哎 哎呦 师傅师傅 师傅您没事吧 哎呦 您没事吧 你们俩个烦头管我干什么呀 你赶紧给那女侠拿二两银子 让她千万别把这事给我刷出去 快去 快去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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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打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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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干什么 快 快 你干吗 管什么事啊 管什么事啊你 谁啊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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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打 打 你 你管什么事啊 管什么事啊 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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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多欺负人少 算什么英雄好看 又来个管闲事的 你敢打我 你打我 你还打我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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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你啊 我也奇怪呢 算你运气好 要不是我 你又被打到满地找牙了 这也不关你的事啊 大师 你没事吧 这 我这样算没事吧 缺席眼儿 阿弥陀佛 你这臭老头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我打得这么凶才救了你 你连谢谢都不说 这和尚念经怎么念的呀 你说是不是 梁坤 你怎么也这么没有礼貌啊你 谁啊 谁啊 辩蛋王 梁茶臣 黄公公 铁匠流 全到齐了 谁是辩蛋王啊 你猜 我不猜 你干嘛吧 就是你啊 我说了吗 不管了 反正你们仗着我们 汇丰堂之事 然后你们还想欺负我们 汇丰堂的人是吧 汇丰堂 你是汇丰堂的人 我是汇丰堂堂主的女儿 汇丰堂堂主的女儿 安姑娘 失敬失敬 有事儿 你们说 我不去 动手吧 我这小安哪 这个就是你的不对啊 我跟你去 我跟你聊天 你打我干嘛呀 哇 啥 啊 明天 嘿嘿嘿 嘿嘿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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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 这儿 快去看看 有人打架了 有人打架了 走走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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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像哥的四块 好 去看 快快快快 快走 来 承着 还有谁 我来 是头 老二 收 大哥 你 你来 我们就不要打了吧 我 我 好无意义 你看 不是 你已经和我三个兄弟交过手了 我要是此时再打 万一赢了 以多其少 以大其小 胜之不武啊 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啊 假如我要是输了 我说的是假如啊 我以后怎么会啊 我怎么对得起我这帮兄弟啊 我当然只能挑战假如 梁哥 所以说 怎算对我了 是 梁 各位大哥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跟我来 走啊 走啊 快走啊 艾师妹 既然已经水落石出了 何必非得分个胜负呢 再说你老跟师父比武 他打你不疼啊 你怎么知道 我一定打不赢他呢 为了公平起见 我让你一只手 如果我输了的话 我随你处置 你瞧不起我吗 喂 你偷鞋 别抬着你打我 停 停 比赛到此结束 平局 阿水 你让厨房备好饭 今天我们庆祝一下 好 庆祝一下 你给我闭嘴 艾师妹 咱们都是自己人 一天都往打来打去的 有什么劲儿 如果真的想打 我陪你打 你们都给我出去 还是出去吧 我们在那边 你们都出去吧 喂 你们说 他们俩打算在我家打多久 谁知道啊 还没吃饭呢 安姑娘 可以了吗 除非你认输 你还是不肯放过我 你明知道 从我见你的第一天起 我就不可能放过你 我们是不可能的 我们是不可能的 所以 我要留下一点纪念 什么纪念 打赢你 我就可以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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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一人憔悴过 一言相思苦嘴 两行泪花 悄悄心愿 你是否也爱我 我要怎么去做 挣起这一生 说好爱 想爱这一生 爱化作幸运 编绵的爱恋 跨越了时空 天地银刻三世纪 挣起这一生 说好不分离 想爱这一生 爱化作幸运 编绵的爱恋 跨越了时空 天地银刻三世纪 天地银刻三世纪 编绵的爱恋 编绵的爱恋 对证明你我曾爱过 里边请 里边请 青种先生 朴先生 二位远道前来相助 真是非常感谢啊 青种隆一先生 是日本国的第一高手 尤其擅长空手道和忍术 朴天野先生 武功在朝鲜 是无人能及 尤其是他的颓法 可是出神入化 来 咱们先干上一杯 去 孙老板 能否给我们讲讲 我只是想知道 这场擂台赛 真正的目的 是为了什么 为我师父报仇 报仇 是这样 王堂主的师父叫安鲍 号称岭南第一高手 是非常仗义的人啊 可竟然被人暗中下了毒 用恶劣的手段 打倒在擂台之上 遗憾的是 我想为师父报仇 却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就把二位高手请来 让他们知道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这种恶行 不会永远得逞的 那个大人 叫什么名字 铁桥三 双方都已经签订了生死状 如果某一方得到了兵器 就可以杀死对方 多谢 既然敢接 我就敢打 还有 对付这种无名小卒 也用不着我师父出手 哼 来吧 大鸭 休息 大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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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鸭 大鸭 大鸭 你 大鸭 小鸭 大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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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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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左眼呢 上了左眼呢 上了最厉害了 上了最棒了 上了 上了 这是我们的上了 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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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一下就没 上了 下 下 就 师妹 起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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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呀 打 打呀 打 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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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铁桥三 正是在想 这个梁框还活着 你徒弟已经输了 现在轮到 你和我们打了 你 守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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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 快 快 你们已经打了一场 我不想趁人之危 我们还能打 就当我认输吧 师父 师父 我的天不错 你看我都被他们打成这样了 你不打了 师父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铁锹三 难道你想当缩头乌龟吗 打着呀 师父 你们不走 我走 师父 你 师父 师父 我找不过的 来 师父 慢点 慢点 师妹 你什么时候回家 报完仇我自然会回去 你说什么 铁锹三就是梁坤 是 大人 当梁坤一上台的时候 看见所有人都喊他铁锹三 你当真没有看走眼吗 是 梁坤的身形 势比之强要壮硕了些 皮肤也有黑了些 不过他的脸 却是一点都没变 梁坤既然人在广州 名气又这么暗大 孙腾教他不可能不知道 他竟然敢不告诉我这件事情 而且 这个孙老贼 心里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我真是你 你是什么时候 我真的要喝吗 我真是算了 这个人是我的 我真是不过 我真是管他 我真是在乱坡 我真是冬的 我真是 顾大人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还想问你呢 杜仆头不去查案 一早来到这个破亭子等谁啊 不关你的事 杜仆头想干什么 怎么会不关我的事呢 你要干吗 他很爱 别打 杜仁 驾 动不头 快走 动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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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交给天 交 动不头 动不头 别动 别动 动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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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杜捕头对你百般掩护 你竟然对他痛下杀手 你这话什么意思 要不是杜捕头知情不报 你以为就凭你能活到今天吗 杜捕头是怎么都没想到 他今日竟然会惨死在你的手上 就算你是使司大人 也不应该在这里心口开河 你这个口罐 玷珀了灵二 杀害杜捕头 还在我面前大放厥词 大胆刁民 口出狂言 今天在场十数名牙医 亲眼看见就是你杀了杜捕头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来人 将杀人凶犯梁坤给我押回大牢 驾 走 来就那儿 走 走 老板 来龙猫子 来了 坐 喝水 来 好嘞 昨天晚上你们去看了没有 那个奥布利太厉害了 三两下就把那龙掌门打在地上趴着了 咱别装那龙掌门了 听说连虎掌门也不是他对手啊 你们说 在这广州城里 难道真没有一个人 能够把这奥布利制服把他给打趴下 这要是再没有一个人给他点颜色瞧瞧 咱们中国人哪 真没脸活在这世上啊 是啊 是啊 老板 抱你快点 是啊 来了 来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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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ed Beauty 所以 这就是谁就来 对啊 他ellschaft 如果那就是他 为什么你让他们棱落 不知道 班嘉林 不好了 不好了 班嘉林 不好了 你们都在太好了 好什么好啊 我现在正有急事 赶紧出去找人了 等等 听我把话说完吗 有个英国来的大力士 打遍了整个广东 眼下找不到人 能够打败他 对呀 马都的兄弟 没有一个能打得过他的呀 什么人来头这么大 说是英吉利拳王 叫他什么 奥布利 对对对 奥布利 是啊 是啊 我亲眼看见他上街踢拐 奥布利 没有一个人能够打赢他 很厉害的 我不信 一个洋人 有那么厉害吗 真的很厉害的 是啊 很厉害 而且他嘴里 一直叫着找人挑战 我就怕他找不到对手 会跟我们这些 拼头百姓出手啊 是啊 所以我们才来找你们的嘛 可是眼下 师父还在牢里呢 那 那我们现在 总得想个办法吧 大师兄 大师兄 两位掌门找您 龙掌门 胡掌门 二位不会也是 因为奥布利的事情 是啊 虽说铁师父现在还在牢里 可是我们想来想去 除了铁师父之外 我们真的想不出还有其他人 能打赢这个奥布利的 我们两个受伤啊倒是无所谓 如果没有人能打败他 那我们大清的武林界 还如何在这世上立足啊 哎呦 看 我说 铁养三 铁养三 时间到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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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师傅 铁师傅 加油 我支持你 加油 铁师傅 加油啊 我支持你 你是谁 这要干什么 我是殷吉利拳皇 而你将会是我的手下败将 大家安静 大家安静 你们又可以打了 你们又可以打了 师傅能打得过奥布利吗 也不知道他现在有什么状态 他现在是我的手下败将会是我的手下败 他现在是我的手下败 我们都可以打了 我们是— 我们是要的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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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去吧 天师父 伯伯 伯伯 小夏 天师父 天师父 听歌 天师父 不 不好了 铁车 铁车被打了 挨了好几拳哪 这 这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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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没事了 看 掩 你 铁师傅又被打倒了 都被 都被打得吐血了都 我再去看看去 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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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铁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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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種ess 包括 铁厉瀚 站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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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州村 站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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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再来啊 金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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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去那边 那边墙矮 应该能看到里面 可以啊 对 走走走走 走 来 来 跟上 好好好 大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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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个状况 一定能看到里面的情况 来 来 来来来 大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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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走 怎么了呀 怎么样 怎么啦 师父害 怎么了 怎么了 师父她打赢了 还是 打赢了 他打赢了 你赢了 天师父打赢了 我们逛他打赢了 我们 officers 天师父打赢了 天师父打赢了 打赢了 天师父打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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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nad 师父打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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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赢了 师父打赢了 我就知道是威力赢 你说什么 奥布立书了 那大人请您过去一趟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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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走走走 看去啊 打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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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九正 你不做生意是哪儿去啊 青种龙衣刚往保值林去了 估计又找铁锹三比武去了 走 快去看看吧 走 这个铁锹三是谁啊 这您都不知道 铁锹三咱广州第一 青种龙衣是日本第一 您慢用着 我去看看 您慢用啊 五少爷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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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前来 是为了完成 上回没有打完的决斗 我本无意与你相斗 还请先生回去吧 铁锹三 今天如果你不跟我同快地打一场 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 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 我师父都说了不想跟你决斗 你没听见吗 那就先拿你 热热身了 就凭你 还不够资格跟我师父打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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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打他 原来是基因的臭土地良分 你终于肯出手了 不如我们换一种鄙视的方式 如何 走 来 来 师母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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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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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下留情 请 我没有想过要治谁与死地 刚才那个日本人 我只想让他知道 知难而退 决因这个老家伙 都敢供我生死相伯 你作为他的徒弟 怎么这么的怕死 你要是拜我为师 我可以教你 将生死 这只度外的办法 师叔 别忘了 我是师父的徒弟 师父生前不愿与你交手 如今我也一样 你现在是瞧不起我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师叔 师父生前曾经说过 人终有一死 难道一输一赢 都对你这么重要吗 你不要开口闭口 听你个臭师父 那个老屠鱼 都会把你叫成和尚了 你要是拜我为师 我可以教你打遍天下的盖世武功 我再问你一句 你到底是 拜不拜我为师 师父 师父 快救我 谁不救我 今天晚饭就吃不着了 杀死你个臭老头啊 我费你了口舌 你就是不跟我学 我今天就要你的命 你打死我 我也不会拜你为师的 喂 这个老和尚怎么回事 别人不想跟你打 你看不出来呀 脑子有毛病啊 你在保之灵的地盘 你这么放肆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 你就是心术不正 你才赢不了决一和尚 现在可是在保之灵的地盘 你信不信 我们一起弄死你 你连我们师父多师父都赢不了 你还让我师父的呗年事 都都输不了师父啊 就比你变过这么大 也不惨的人 我师父在年纪大了 我不愿意搭 Av 你说你一大았어요年纪了 我师父把你打伤之后 还得帮你拿药 你以为保质地药不够钱啊 父敬 我跟你说 你看二架子 你再生一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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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我跟你说 你 不对 你 对 我给你期间考虑考虑 三点之后 我来要你答复 滚开 笑笑笑笑 没事了 没事 哎呀 这老家伙 真是越老越固承 铁师傅 救命啊 你能往海什么 少爷你看 两位先生 我以为我们之间的事情 都已经了断了 铁师傅 今日前来 并非是与你决斗 我们是来 向你道谢的 同时 也是向您道别的 上一次 若不是您出手相救 我恐怕 已经遭到那个老头的毒手 真是没有想到 你们中国武术界 真是藏龙卧虎 更重要的是 您让我明白 功夫 最重要的 并不是赢 而是 在最危难的关头 出手相助 两位不必客气 我只是实现了 师傅教我的道理 两位客气了 阿成 师傅有何交代 各取两瓶 通洛固文酒 给养元一身酒 给两碗 还是师傅想得周到 阿水 我这就去拿 二位不必客气 你们远道而来 都是客人 我的徒弟 是保志林的少东家 家里有很多药酒 这次 我与二位不打不相识 希望这些 你们能够收下 二位 这两瓶酒 分别都有提升经济神 驱风散寒 以及修补跌打损伤的功效 还望二位能够笑纳 这 这又怎么好意思 不必客气 铁师傅 诸位 谢谢你们的盛情 铁师傅 希望还有机会 向您切磋武力 好 咱们后会有期 告辞 我去关门 这 小姐 回来就好 安妍 你去早点歇息吧 爹 两妇女 两妇女 终归是两妇女 一家人和和气气的 多好啊 回来 回来就好 爹 爹 爹 是 是 石柉 你终于回来了 你带那两个外国武士来挑衅 到底什么意思 还用问吗 为师父报仇啊 报仇 结果呢 再说了 就算他们打败了铁桥三 那叫报仇吗 他们跟我爹有什么关系啊 你现在是在 走怪我多此一举是不是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当初要不是我答应师父 不去官府举报梁昆 今天会是这样吗 你 太卑鄙了 我卑鄙 你呢 你每天在他身边 你怎么不动手啊 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看你是守不得 那你就等好了 等到我下手的那一天 你就会知道 我到底是舍不得 还是没有准备好 到时候 我会让他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 那你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动手 你不用管 我 你不用管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大师 大师 这是什么功夫啊 这是什么功夫 那是铁沙掌 铁沙掌 这铁沙掌啊 朝时时厉害 看来我师弟的武功 又进步不小啊 他是你师弟 那么他也是和尚啊 你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啊 和尚的师弟 当然是和尚了 我师弟就是个和尚 法浩悟英 我俩自小在南少林出家 悟英这个人啊 对修佛是丝毫不感兴趣 却对武学是十分的沉迷 十八班武艺 七十二班绝学 他全都想学 全都想练 结果呢 来 闹得个学而不惊的下场 悟英这个人啊 好高悟远 内力却远不如我 每逢武学比试 他必然败给我 因此他当然不服气了 所以啊 他出招就越发的狠毒 丝毫不讲情面 即使伤了他自己 也在所不惜 悟英在后来的比试中啊 使用了自制的暗器 掌门将他逐出了少林 他还俗以后 就叫喝不了 他还仍然到处拜师学艺 每逢有所长进 必然再度回山找我比试 就这样啊 我们俩就过了这么多年 这个喝不了也太狠了 不要小看着仇恨的力量 只是 但凡仇恨者 必先自毁 你 你进去说呀 我不敢 你平常倒不是挺大的吗 你去说吧 你是大师兄啊 你不说 你怎么老说这个呀 我是就是大师兄啊 就这样 你谁进去 我才不去的 你们都进来吧 别规规碎碎的 就知道我和我躲 你不大师兄啊 师 师父 打扰了 师父 有什么话 就直说吧 师父 两天以后 你是不是真的要跟合不了动手啊 说过的话能推吗 可是 他是师公的师弟啊 我接受他的挑战 不是想打赢他 而是想让他放下执着 什么意思啊 他心里一直执着 天下第一这个称号 就是这个称号 他四处找人比武 很多时候很可能害得 他人妻离子散 师父 师父 我们的意思呢 不担心你让他放下什么 我们最担心的是 你能不能打赢他 说实话 我也不清楚 只能尽力 我们都发现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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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们也不打扰你了 我们就要先走了 走走走 来来来来 保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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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佑保佑 师父我们先走了啊 去吧 去吧 这儿 把他放下 在那儿 就去吧 只是 那事情 你怎么回事 你啊 我回事 你回事 难得你打坐没有睡着 说说 你刚才 看见了什么 我刚才看见 一堆乱飞的蝴蝶 还有开着五颜六色的花 师父 我是不是疯了 你没有疯 你只是心脉紊乱 看到了幻香 那如果我这样子 继续练戏功心法的话 我不是迟早有一天会疯的 你要不继续练下去 你才真的会疯 阿坤你要记住 弃功心法最终目的 就是要让你的心不为外界所动 如果你的心不被外界所动 那么你的对手 纵然有千变万化的招式 最后也只是一招 如果你的心绪纷乱 那么你的对手 纵然是使出一招 在你的眼里 也是千万种不同的招式 令你应接补暇 阿坤那 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 呼吸是一个学武之人的根本 一个武学高深修炼之人 只要他能够练到上下气息 交通相容 阴阳调和 那么他的功力就会倍增 到那时 你即便使出最蹩脚的功夫 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打得赢你 练吧 阳城四怪少一怪 还有一怪呢 少仓库呢 少仓库 你们干吗 神经兮兮的 怎么不说呀 说什么 说师父能不能赢啊 旋 很旋 非常旋 师父神经百战 可是每次也不像这次这么没有把握呀 还玩上闭关修炼了 这是心里没底呀 白家林 你家这药王菩萨他灵不灵啊 要说药王菩萨不灵吧 是对菩萨的不敬 可是呢 他又给我家赚了很多钱 可是要说他很灵呢 我爹娘在回福建老家的时候 是求过平安的 可是三年了 还是没有消息 不讨论这个了 信则有 不信则无 反正大家都很无聊 要不 赌一把 赌什么 赌师父能不能赢 怎么赌 这样 鸭一瓶三 我赌师父输 你们试恩 你们别瞪着我呀 谁跟他呢 想给我 干吗呢 蓝儿姑娘 干吗呢 我们在赌师父能赢还是输 零福寿你多大了 是酒 有无聊不无聊 知我心者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为我何求啊 幼稚 看看看看看看 小蓝姑娘误会我了吧 你看 她不懂我就算了 你们也不懂我呀 你们平平常口口声声管 我叫拜嘉林 我今天好不容易想拜死家 是吧 你想我输了 师父是不是就能赢了 看来你们都不懂我 师父惨了 来 先来活动活动吧 等等等等 本本有个规矩就是 同伴之间不可以自相三杀 否则天哪五雷红 快跑快跑 打打打打打打打 打死他 打 我把死里打 什么玩意儿这个 打死他 你一定要赢 因为我要拿你的命 来祭我爹 我会赢 为了满足你报仇的心愿 这位大哥 我想请问一下铁桥三铁师傅 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你怎么会跟人比武啊 是啊 大家都在等着进去看热闹呢 谢谢你啊 兰儿姑娘 我一直在想 师父当时怎么都不愿意 跟青肿龙衣和飘天野动手 你说这次 他为什么那么紧张地备战 他跟合不了的对战呢 我就在想 师父是不是真的怕了合不了啊 我说你瞎说什么呀 三哥 这哪是怕呀 他是 他是想有个万全的准备 就你聪明 我不害怕他的武 三哥 师父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赢他 没有想过要赢他 这场比赛 就没有输赢 师父 你现在怎么说话 我越来越听不明白啊 笨蛋 三哥的意思是说 他不想伤害任何人 阿成 不管这场比赛 结果如何 都不能难为何事说 师父放心 我也打不过他 难为他干吗呀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走吧 师父姐 你别打不过他 别打不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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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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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有这么多人在做见证 我今天定要打到铁销山 跪在地上 还得求我做师父 喂 你别吹牛了 我跟你说 你怎么能这样啊 吹牛啊 这是保质脸 我跟你说 就是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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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销山 你来来回回 打的不是公子服武拳 就是虎盒双刑拳 你这不是瞧不起我吗 你把绝音教你的功夫 通通给我使出来 师父没有教我什么武功 他只教我呼吸土的 别呼吸都让别人教 我看 君云真是收了一个傻徒弟 光是这一点 你就应该被我为师修小 别人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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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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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师父 我先来 老大人 师父 师父 你们也没有救我 师父 师父 乌云师弟 你输了 你输了 师父说过 输赢并不重要 世界上没有最强的武功 最重要的是 你有一颗仁爱的心 只有你有一颗仁爱的心 才是天下无敌 我明白了 我输给你的是我的心 我不配 uploaded 你的师父 师母赢了 师母赢了 له不同 师父赢了 来了 好 好 父同 高 加油 臼озд kel有袖子 这边大家早上 对吧 是不是 是不是 我真赢了 接管 在这肩吧 就不怎么os 赵老板 师叔 来 请 师叔 好些时日不见 最近在忙什么呢 托赵老板的福 这阵子 有的忙了 不会是在忙那批货的事情吧 赵老板 果然是个明白人哪 师叔 这件事情晚辈有所耳闻 只是不巧的是 晚辈刚好回佛山处理货的问题 所以想帮忙 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所以这批货出事时 你不在广州 我是回来以后才知道的消息 我还特意打听了一下 但是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情况 难得闲职 还能把我孙某的事情 放在心上啊 师叔 您的事情 就是晚辈的事情 对了 柯绿顿大班那儿 没有再为难师叔吧 柯绿顿那儿 就不老闲职操心了 不过这件事情 不过这件事情 我前前后后这么一想啊 总觉得有些蹊跷 师叔 您说 会不会是我们十三行里 自己人所为 我要是知道的话 我就不来找你了 要不这样 回头晚辈帮您给盯着 如果发现十三行里 是我们自己人所为 那抓住的话 绝对不能放过 师叔 那笔货后来怎样呢 还好 我发现的第一时间 我就把这批货 安全地转移到 另外一个地方 免得衙门的人查着 江还是老的辣 以后在这方面 晚辈还要多向师叔学习才是 我们互相学习 老爷 赵前承认这事 与他有关系了吗 他当然不会承认 瞪眼说瞎话 什么意思啊 他把所有的事情 都推得一干二净 竟然当着我的面 演了一出 贼喊捉贼的把戏 瞪眼说瞎话 我看出来了 他就是我前进中的 一块石头 我要是不除掉他 早晚得死他手里 老爷希望我怎么做 天阳啊 他现在手里头 既没有磁谱又没有配方 留着他也没什么用 我可听说他这两天 要去佛山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知道就好 知道就好 少爷 大师兄 大师兄 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干吗呀 广东没有受灾 我这宝质林也没有 社中棚 你们 大师兄 我们是来拜师学义的 平静收入 拜师学义 你们刚刚叫我大师兄 是啊 我们是成心大胆的 平静收入 平静收入 好 既然你们愿意拜我师父为师 有件事情 我得先说了 大师兄请讲 你们刚刚尊称我为大师兄 这是对的 本门规矩先入门为上 排字论背 无论你们以后到门里来 年龄有多大 资格有多老 功夫有多高 还是你们的后台有多硬 都得尊称我为一生大师兄 这一点 你们能办到吗 能 大师兄 还有一点 本门除了师父之外 我就是老大 所以以后除了听师父的话之外 就得听我的 这一点 你们能做到吗 能 大师兄说的合心合理 以后我们都听大师兄的 行 我想想啊 可是 有一点就是 你们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 我保质林 也没有那么大的锅呀 虽然我保质林很大 但是你们这么多人 也住不下呀 大师兄放心 我家就在附近 吃住都不带保质林 好 大师兄我自备干粮 不带保质林吃饭 好 大师兄你就放心吧 既然我们是来拜师学武的 就不怕之苦 我们还带了扑盖卷 大街上屋檐下 到哪里都能睡 注意师弟 本大师兄就为你们通报一声 如果有消息 立马告诉你们 有劳大师兄到了 好 大师兄 少爷慢点 有门了 有门了 师父 师父 外面吵哄哄哄的 谁干什么 好啊 好事 天大的好事 外面来了好几百号人 都是来拜师学艺的 拜师 拜谁为师 跟你啊 你是师父 我是大师兄 那都让他们回去吧 不行啊 师父 好多人都是从大老远赶回来的 新可成了 都在地上跪着呢 赶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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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大门关上 等他们走了 再开门 师父 你怎么这么绝情啊 我知道了 你没空交对不对 我交啊 这也是我大师兄应有的责任 赶快去关门吧 关门 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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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关门哪 当然了 还不赶快去 年纪都不小了 当人师父了 还耍脾气 真是的 这什么时候出来啊 还不出来 出来了 出来了 诸位 都不用跪着了 都起来吧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有事要说啊 等一下 等一下 诸位 关于诸位拜师学艺这件事啊 还得再缓一缓 缓一缓 为什么 为什么呀 怎么了 我们都在跪着一天了 难道铁师傅 不让我们拜师学舞 你拜佳麟拜的 为什么我们拜不了 是 是 你拜的吧 我们要拜师 我们要拜师 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 行了 没完了是不是 我知道大家拜师学舞 动机是好的 心急也是对的 我师父呢 也很欣慰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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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师父前两天 刚打了两场比赛 身心疲惫 所以不能收徒弟的 对 等师父身体好了一点之后呢 再来受大家为徒弟 你们就先回去吧 暂时 暂时吧 暂时 大师兄 那什么时候收啊 铁师傅什么时候开始收徒 对 到时候我会让弟公公 通知大姐的 是啊 等通知吧 走走走 等你通知啊 等你通知啊大师兄 大师兄 你这招跪地不起啊 前几天我六师妹也跪过 不管用 也打动不了